最近是國家隊,講講國家隊 西班牙近期其實都頗多話要講 尤其是他們的黃金一代由08年開始那一段 為何去到12年開始有點下滑 14年就完全有這麼大的倒退 16年都沒辦法上到近後的位置 近期是大衛思華的大放異彩 我們記得到,但其中一場賽事 對著摩納那個賽事曼城的大衛思華 我認為他不應該上陣 那為何後來他對著利物浦的時候 我又大讚呢? 那為何會是這樣的呢? 其實這件事其實是跟一些抽象概念有關 尤其是足球的意識 那我都明白了 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人對於一些抽象概念 是有先天性的不足的 那這件事我們是不可以怪這些人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祖先對抽象概念 其實是沒有太大的需要 因為我們以前尤其是松林的法則 在大草原的年代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是靠我們的身體能力去生活 抽象概念其實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以前我們的祖先一直都是這樣的 那曾經也有位朋友留言說 為何我會這樣評論大衛思華 不應該上陣呢? 這個評論太離地 其實我都沒有生氣這個朋友 因為我都是很理解 實在這些抽象概念呢 在我們的祖先來說是不重視的 那所以我們作為祖先的後代呢 重視抽象概念的人呢 其實是屬於少數 甚至我這樣說是異種 但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社會呢 已經很不同了 以前在這個大草原的時候 那我們通常都是去隔離山打野豬 最近就是隔離山的了 那一向呢 那裡只有野豬 好了 那突然出現了一個打野豬很厲害的人 叫大衛思華 是不是 正常來說 我們今天天天都要跟大衛思華 或者跟著大衛思華去打野豬 這個很肯定的了 但問題就是說 以前當然天天都會成功 是嗎? 因為只有野豬 和隔離山的地形是永遠都一樣的 但我們現在來到 我們這個是現代的環境了 現代的環境了 那我們就將足球呢 就假借了下去 就是以前我們去打野豬 作戰那個情況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會覺得 最重要的人一定要出現的 那個叫大衛思華 但問題就是我們忘記了 現在不只是打野豬 就是我們現在呢 譬如踢球來說 對著利物浦可能是打野馬的了 對著史督城可能打野豬 是不是 對著愛華頓可能有不同的 獵野豹了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呢 對抗的東西呢 的種類呢 是繁複了的 不同了的 但我們依然用以前那種 這樣的重林法則 想著我們每次都是這樣 一樣就可以了 這樣 結果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抽象概念上面 如果是走得不夠快的話呢 很多時候就沒有辦法在現代 即是信息萬變的社會上面生存了 那這些就是因為我們的演化心理學所拖累的 是不是 我們的演化心理 是令到我們的基因的演進 慢過社會的轉變 那所以呢 我是有責任在抽象概念上面 是多些跟大家討論一下的 這樣才可以呢 是處理到現今我們的信息萬變的社會 那好像你們考試啦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考完試出來 進入社會很多人都變成廢青 那個理由是因為我們每一次的考試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操縮了那種東西就可以了 但出來就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這也是我們的教育制度的失敗 好了 我們首先呢 如果要講西班牙的問題呢 我們要從2008年開始講的 2008年的西班牙呢 一代的是黃金黃潮的出現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2008年的西班牙呢 那年的歐洲國家盃 的確他們面對的難關是重重的 他們分組賽呢 是要對著當年很強的俄羅斯 那後來呢 是要對著這個 是 是 006年世界杯冠軍的意大利 跟著 繼而以對德國 是吧 決賽是吧 那所以呢 其實2008年他們的那個是 對手呢 是幾強大 但是他們依然呢 其實是幾燦爛地 是拿了那屆的冠軍 那我們看回那一年的是 進攻的陣容呢 那 防守來講呢 其實他一直都保持了幾多幾不錯的球權 我們只是講一講呢 進攻的配搭 那 2008年來講呢 進攻的配搭呢 其實我們看到呢 中場來講 最後那個人呢 叫 叫鮮拿 那就是 恩尼斯達和沙維呢 就踢中場的 那 那前面呢 我們看到大衛斯華的喔 大衛斯華的喔 那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角呢 那就是另一個呢 就是前面的配搭 就是大衛斯華 就搭著兩個呢 是衝得跑得 能夠插入的球員 叫做呢 費蘭道托利斯和大衛斯華的喔 那是 大衛韋娜的喔 OK 那這個陣容呢 其實在這個配搭上面呢 是真的幾不錯的 那當年呢 那個教練阿公 我們俗稱他做阿公的 是這個呢 是西班牙的教練 那現在當然就沒有教了 那其實他擺出來的這個呢 是配搭呢 是真的幾不錯的 幾不錯 那所以那一屆呢 是贏得幾燦爛 好啦 事隔兩年了 我們去到呢 就是一零年的世界盃 如果大家呢 是有追開一零年的世界盃都知道呢 其實西班牙第一場球對著瑞士呢 就是 受到一記的悶棍的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是首先呢 是輸了給瑞士的 那但是 及後 他們一步一步的去改變的陣容 贏到冠軍 也都破了當年的紀錄 那麽多年的世界盃紀錄 就是第一場球輸 但是後來贏到冠軍的 那是爲什麽的呢 那是爲什麽的呢 那真的是爲什麽 有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在陣式上面呢 我們記得到呢 因為當年 2010年的時候 沙比亞朗素呢 是完全呢 是 進軍了呢 是世界所一數二的防守 中場的 是球員 位置的球員 那所以呢 曆寶斯基 沒辦法不ナ出他 因為實在呢 這個普斯基斯 跟這個沙比亞朗素呢 在2010年的時候呢 兩個的配搭可以說是 顧薵金湯 那所以呢 呢 沒辦法犧牲這個沙比亞朗素 和普斯基斯 也都沒有可能不出紗維的情況低 第一場球呢 他怎樣擺呢 那就是中場位置 當然是普斯基斯 阿朗素和紗維 那前面的配搭 我們記得到是 恩尼斯達 戴衛施華 和戴衛威娜 第一件事很大的問題就是支點的問題 戴衛威娜不是一個純支點的球員 好了 印尼斯達和沙維都是負責插畫的 你記得到是主攻瑞士的時候沒有人插入 柏道、托利斯這些球員都不在陣中 所以第一場球是咬不入瑞士是意料中時 迪寶斯基看到這一點了 結果戴衛斯華成為了2010年的悲劇人物 2010年西班牙的悲劇人物就是戴衛斯華 結果他沒得踢 因為要保障這個斯華 要保障沙維、印尼斯達、阿朗素和沙治奧、普斯基斯 這些球員來說戴衛斯華就沒有了正選 換言之上陣的是托利斯 讓大衛維拿去他慣常左邊插入的位置 亦都是08年的方法來的 08年拿歐國盃的方法 所以到後來西班牙就逐步逐步拿回比賽的節奏 和插入禁區的能力 那偉拿當然就是那一屆 後來轉了位之後就成為了那一屆的神射手 那後來柏道也在對德國和決賽的時候是有上陣 結果那一屆呢 這個西班牙呢 是拿到最後的冠軍 那這一個是迪寶斯基是功不可門的 他轉了一個陣式 好了 講到是2012年了 2012年很有趣了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大衛維拿的斷腳 令到他們的狀態下滑 那沒有辦法打正選 沒有辦法打正選 那結果呢 其實我們前面呢 2012年我們很深刻的位置就是 無峰陣 四四六六這樣打嘛 那就是恩尼斯達 戴衛斯華 和是 費比加斯就前面的 那基本上呢 我們很理解的 這一種這樣的打法呢 在支庭插的層面上面 半場陣地來講呢 是絕對陷於苦戰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理解到 他第一場球對著意大利 是贏不了意大利的 是陷於苦戰的 那第二場球幾好彩的情況下呢 就是對著比較弱一點的 是愛爾蘭 那但是後來對著克羅地亞 都是陷於苦戰 贏不了的 那去到最後呢 貧著是拉斯 88分鐘呢 後備入替的 都叫他有些後插入的能力 是 截西斯娜華斯 叫他入回球 這樣就贏了克羅地亞 好彩地可以守命出線 那去到後來呢 他都明白了這個情況了 那結果呢 其實你會留意到 無風陣的其中一個特點呢 就是 整個進攻體系 就完全是向後擺的 就是中場的位置 和中前場的球員呢 其實就是 站得不要那麼前 就盡量不要在禁區頂 停那麼多球的 那就是希望後插入的球員 就是出現 那當年呢 結果出現了個及時雨 叫做佐迪艾巴 那他在左邊就不斷插入 那其實是靠他的 那4-4-6-6的陣容呢 就是不斷控球在腳 就是靠一些呢 就是雜位球員後插入 那結果呢 佐迪艾巴在那一年呢 其實是表現得很好 因為他有很多的後插入機會 那對著法國是靠他後插入全中 那其實對著葡萄牙 他們要去到呢 是12馬才贏到葡萄牙的 那後來呢 對著意大利其實都用這種方法 退回後那個是進攻的路線 就靠這個佐迪艾巴後插入 那其實呢 當年呢 拍到的機會都很少 那其實就是當年12年呢 是非常之是 驚濤蟹浪的去拿那個冠軍的 我覺得是 不是很大說服力的 這個12年 加上他們不是經常對到很強的球隊 意大利比較弱 法國當年比較弱的 那另外呢 就是德國他們對不到的 德國他們對不到的 德國他們對不到的 那所以呢 是12年呢 是驚濤蟹浪 也都靠一點點運氣的情況下 是拿了那屆的冠軍 好了 那但是拿了12年的冠軍 是絕對一個很大的悲劇來的 因為呢 令到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最大的問題出現了在哪裡 那結果呢 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得到呢 很清楚看得到呢 去到14年的時候 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 這個問題我一早就看到的了 那所以2014年的時候呢 西班牙在未打世界盃 未開球之前呢 我已經和大家講過一件事呢 就是西班牙是會在分組賽就要出局的了 因為你看得到的陣容是很大問題的 第一場球對著荷蘭 對著荷蘭 對著荷蘭輸5比1的賽事 那中場的位置當然都是 但是他繼續是沙維 沙比亞浪素 普斯基斯 那這個當然是在這個年紀上面 已經是年紀老賣的了 運轉力有問題 那這個後話呢 最大問題就是前場的那個配搭 第一場幫你記得到 這個是大衛斯華 印尼斯達 那你見到立即是沒有後插入的球員 那已經沒有後插入的球員了 只得組織型的球員 前鋒那個位置就大問題了 迪亞高哥斯達 這個是獨柳來的 這個 絕對是近年西巴牙的獨柳 他不選擇效力巴西 效力西巴牙 結果呢 是害了巴西 沒有人踢正前鋒 也都害了西巴牙 最大的理由就是他不懂做支點的 迪亞高哥斯達是一個不懂做支點 不懂背龍門踢球 不懂保護皮球 只有一尾向前衝的球員 那所以你要讚一讚乾地的 乾地就轉了 只打反擊 轉了三中間 只打反擊 令到哥斯達是可以重生 但是呢 哥斯達 哥斯達 他在西巴牙一四年 是害了西巴牙的 因為他不懂得停的球 結果呢 前面沒有支點 也沒有後插入 帕道這些人 也都不在正選陣容當中 那所以西巴牙那場球 對著荷蘭是無以為繼 無以為繼 不斷被人反擊 因為前面打不進 後袖 不斷被人反擊 結果一四年那一屆 是陷於慘敗的局面 那所以呢 其實哥斯拉的問題 很大問題的 他依然呢 都入選了近期的西巴牙的 正選陣容當中 但問題就是 我認為哥斯拉 是不應該在西巴牙的陣容裏面的 因為 尤其是西巴牙通常是要 這個是主攻 哥斯拉 只會反擊 他打了這麼多年馬體會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的 那所以 我不覺得近期 哥斯拉是應該呢 是進入到這一個 是西巴牙的正選 要回答大家 現在大家可以看一看鏡頭 如果你說近期要問我西巴牙要怎樣擺 其實這個陣容就是我覺得最佳的陣容 首先 普斯基斯最後 印尼斯達要多些 是作為防守後面的位置的了 印尼斯達要逐步開始轉型 因為他年紀開始大 其實他逐步 是要轉型 因為他年紀其實是大過大衛斯華 大衛斯華 其實還可以打多一兩年 但是印尼斯達其實年紀比較大些 他退後一點 只是做保護波 分波這些就足夠了 不要再禁區頂停波 禁區頂停波 其實暫時現在西巴牙最高操毅的球員 當然就是大衛斯華 所以我會將大衛斯華 放在核心的位置 成為了近年西巴牙的主角式的球員 大衛斯華 OK 在禁區頂停波負責 前鋒不要再用迪亞哥哥斯達 他不會做支點 他只會踢反擊 西巴牙不需要反擊 西巴牙是主攻球隊 哥斯拉後備 我們西巴牙正選贏了幾球 哥斯拉出來踢後備 就挺好的 出來踢後備入體 打壓反擊 所以現在前鋒的位置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給多些機會 是這個摩拉達 希望他在這方面 他有更加多的能力 在哥斯拉之上 基礎的意識 摩拉達是好很多的 我覺得摩拉達可以做支點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做正選 另一個球員很重要 就是柏道 這個後插入的好手 是絕對需要在西巴牙的陣容裏面 他做陸業的球員 可以給了很多後插入的機會 給西巴牙 在撕破對方的密集上面 他一定會給出很好的效果 另一個球員可以給一些新的 一些很拼 很踢 很上陣 很後插入做陸業的球員 在一個域道裡 也可以一個選擇 如果你想的撕破力是更加強的 就是那個是 不好意思 那個是禁區等停波 和互傳互動更加好的 其實EC高也可以出現 或者印尼斯特推薦一格 EC高可以比較防守性也可以 但我覺得柏道和摩拉達未來都一定要正選 另外他沒有選馬達 沒有選馬達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如果不選馬達 那斯華其實沒有了一個是後備 另外迪路菲奧就入了選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一般的選擇 因為迪路菲奧只有反擊的能力 主攻上面他的衝是很差的 整體意識很弱的迪路菲奧 我覺得就不應該正選 所以如果你說含金量較強的就是這個陣容 但如果給了一些新的機會 其實呢 域杜勒這些人可以上陣 但柏道、摩拉達、斯華這個支亭冊的一個配搭 現在呢 在進攻體力的這個鐵三角來講 是一個絕對絕對要正選的位置 是不是 好了 去到最後呢 其實你叫我預測一下西班牙的未來來講 其實他們換了這一堆新人 配搭著斯華來講 我覺得去到一百年來講 那個問題會少很多的 他們的應該是會好過一四年 以及一六年的 你說入到八強的機會是大了的 但能不能夠去到四強呢 這個就好看他們這三個球員 究竟呢 合拍程度了 戴衛、斯華究竟去到一百年 會不會真的已經是連華佬去得很厲害呢 那拍到我不擔心的 但柏拉達的進步 究竟可不可以盡快去到世界頂級呢 這個也是 令到西班牙可不可以在一百年 有一個好的成績 一個很大的關鍵所在 這個呢 我們再看看西班牙國家隊的未來